我是张庆龄 头本都提到的是这个地方跟中央之间 就是高雄市跟中央之间的一个互杠 那么其实就说好像这个因为韩国瑜的不顺时钟 他这个逆时钟的做法超超前的部署 结果被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给打枪了 其实主要是两个问题的关键点 一个就是在高雄市对官兵的异调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高雄市说要对医护人员全面普筛 在这两点方面他们意见是有点相左的 那么其实韩国瑜说为了加强防疫 打算针对拒绝疫调的磐石剑的官兵 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开罚 同时说他要普筛四千多名低线的医护人员 不过陈时钟指挥官昨天就说了 第一个如果你要开罚的话 必须是针对确诊还有极度疑似的病例 如果他们不配合疫调的话呢 你才可以根据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来开罚 否则是与法无据的 因为官兵只能够算是接触者是没有法员去开罚的 并且他也觉得说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不见得有必要全面的普筛 这全面普筛到底真的能够抓到多少 还有整个量能的问题呢 解释陈时钟昨天的一个看法 原本昨天高雄市的最后通牒是说 下午五点钟之前呢 有二十四位拒绝疫调的官兵呢 他们就要开罚了 不过还好最后呢 全部都有配合疫调了 不过在昨天这新增的这个病例 一个磐石剑上的这个确诊病例 他的情况也是一采阴博后来又确诊了 那么这个呢 官兵他是曾经拒绝疫调的人 所以在昨天确诊之后呢 高雄市也赶快的公布他去过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像左营的冰店啦 还有一些什么左营的连池潭这些地方啊 都叫做高风险地区了 好韩国瑜的下一步呢 他今天要做记者会说明了 那么说我们高雄市这边的倡议普筛 是替医护人员来请命 中文时报今天在内夜就说 真心挺医护 何必等到大爆发呢 而且并且说这为了反韩 自打嘴巴是防疫的大走中吗 说中央跟地方原本应该要联手 来亡羊补牢的 但是好像中央叫做双重标准 这样的骂名也要来打脸吗 让人搞不清楚 究竟是防疫优先还是反韩优先 最近中文时报当然还是比较挺 这个韩国瑜方面啊 就说好像哪里都行 就是高雄市不行吗 好同样在这中文时报看到 是盘石剑的确诊再一个 那么昨天新增一例就是盘石剑上的 之前一采因 后来又确诊的官兵了 其实在国内来说是连续 十一天都没有本土的病例了 那么昨天在记者会上也有人说 像新冠肺炎 他新冠病毒的一个基本的一些特征 或者他的病程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症状 比如说有这个脚会长水炮 那么这个部分的张上纯正是说 国内的病例好像也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所以水炮的部分 接下来恐怕呢 也是大家可以再观察一下的 好另外看自由时报 今天则谈到他们这个独家所掌握到的 因为说现在除了做这个核酸检测之外呢 对这些官兵我们也做验血 好那么现在有29例是盘石剑上的群聚感染 就对这300多人盘石剑上的人抽血 去验验有没有抗体 根据自由时报所掌握的初步检验结果 说有高达30个人被检验出有抗体阳性 其中包括已经确诊的 还有呢不算是确诊的人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是船上可能有更多人曾经被感染 而且曾经有多波的感染 就是曾经有一波一波 那么现在已经不知道进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好那么他们其实有看两种抗体 如果说这检体当中有两种抗体 再去配合核酸检测的话 就可以知道哪些士官兵 可能早就被感染了 在推断感染的时序上面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参考 好毕竟盘石剑呢 出去已经这么久的时间了 有可能是一开始就是被感染的 那么有些人可能是症状轻微 或甚至没有症状 所以这感染源方面 恐怕就更值得来回溯了 联邦今天在头版头条条是海军司令呢 打破了沉默 这是敦睦舰队的官兵染疫事件 已经第六天了 隔了六天之后呢 海军司令刘志斌昨天打破沉默了 他是在取光原地的这个节目上 他说身为海军司令 责无旁贷 要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并且说一定会负起最大的责任 海军司令为什么现在才出现呢 其实他也是在自我居家检疫隔离当中 自我健康管理 所以他现在是用这个影片的方式 出现在取光原地当中 行政长苏贞昌昨天也表示说 对于潘石剑的这个事情 他说真的是非常的意外 也非常痛苦 那么希望调查小组方面 都能够好好地来调查清楚 那么军中这次的一个做法 今天在忠实联合那一A2版面 国防部其实现在也说 每天都要开记者会 接受记者的一些 对于这次疫情的一个提问 好那么他们就说 昨天国防部是先说 当初这个陈道辉 就是这个支队长所回报的是说呢 有官兵是扁桃县发言 并没有回报发烧 那么也就是说 你没有回报说有人发烧 我们当然就无从叫这个军舰返航 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个应变 那么现在陈道辉 是不是一先来扛下 这样的一个责任呢 因为昨天其实有流传出 他在LINE群组当中的一段谈话 那么他也说 自己可能是连日的失眠 还有隔离的情况之下 记忆有落差了 他说对我那个时候 所通报的是扁桃县发言 没有通报有发烧 那么也就是说 自己可能是之前呢 表达错误 所以才说有发烧 那么似乎就把这个话 给兜起来了 好那么陈道辉的这个谈话 他也谈到说 当初的TCO的这个 管制令的解除呢 也是他自己亲自下达解除的 今天联合报记者程家文 写了一个新闻分析 说你国防部在昨天 记者会当中呢 那么说我们的一个相关防疫措施 都是我们军医局自己决定的 也就是你并没有邀 疾管署一起来讨论 现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 其凸显的是国防部跟卫福部 各行其事 导致于防疫出现了破口 好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头版二题呢 他们访问的是 之前的这个海军将领啊 他说呢 现在有两个将领被拔官了 但是这对我们国内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海军人才 会断层个二十年的时间 因为真的要最优秀的军官 才能够当上支队长 并且告诉大家说 这次官兵染疫 真的呢 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出去 平常是保家卫国的 所以不应该被社会给歧视 最后时报 今天在头版当中 有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说国际赶快来究责中国大陆 并且呢 说说这趁自此疫情的爆发的时候呢 而在中国方面 还在霸凌台湾跟香港 好其实昨天我们早报有提过 那么今天来看看最新的是 耿爽 那么在中国的外交部耿爽 昨天的一个回应 耿爽是说 不论何时何地 中国方面都会坚定的捍卫自身主权 安全跟发展的利益 另外针对密苏里州之后 密西西比州现传出 也要对北京当局来提起诉讼 好 耿爽呢 则是说 向中国甩锅 还有这个推则 滥诉 是解决不了你美国自身所存在的问题的 好 金城最新有美国勾勤蓬佩奥 对世卫组织的一个最新谈话 他说呢 在世卫组织处理完COVID-19 这疫情之后呢 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 他并且说 身为世卫最大 捐助国的美国 可能就不再恢复 对世卫组织的金元了 好 美国呢 大概平均 在去年就提供 大约台币120亿元的金额 给世卫组织 那么现在蓬佩奥说 美国以后可能都不经元了 好 在这全球的疫情 为大家补充的是 日本的疫情 现在将非常紧张了 像东京已经连续多天 每天的新增病例数 都是超过100个人 眼见着了 明天开始整个黄金周假期 就要展开了 所以东京都支持小吃百合子 非常担心 他说民众不要外出 他们说4月25号到5月6号 这黄金周结束的这12天 他们希望定为 叫做日本的宅在加州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出门 好 印尼从今天凌晨开始 暂停所有的出入进航班 整个措施会执行到6月1号 在纽约州抽减3000人 其中有一成三体内 带有COVID-19的抗体 纽约市的比例更高 有21%体内有抗体 那么意大利在北部灾情 严重的地方也开始抗体测试 要了解一下群体的免疫情况 作为解封的依据 好 西班牙呢 现在又把他们的封城措施 延长到了5月9号 德国现在有更多的地方 加入了口罩防疫圈 可能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有很多地方也要求民众呢 搭大众运输工具要戴口罩 为他们的解封来做一些准备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 在美国有40军舰染疫 不过南海的局势现在升高 因为美国这次有4个航母 全部都中标了 只剩下这准航母 就是美丽尖号呢 它现在在独挑大梁 财经焦点方面 好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有餐饮百货 三月惨营收大跌 疫情冲击情况之下 餐饮衰退21% 幅度是史上最大的 百货的减幅是写同期的最高合计 蒸发了200亿元 工商时报说着挺银行 央行的降融通利率的一个做法 还有就是iOS 苹果的iOS系统 经键安全漏洞 苹果急补救 是他们的这个email的app 可能有些状况 大家最好是先停用 还有Mac的新晶片 传由台积电来代工 好这就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 拜拜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感谢观看